我们准备一下食材 准备一块里鸡肉 用刀背把里鸡肉拍松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刺激的口感更嫩 拍过以后的里鸡肉 先切成一厘米的厚片 再改刀切成粗条 放在盆里 先把里鸡肉满一下胃 加入水盐 胡椒粉 料酒 右手抓匀 然后放置腌制20分钟入味 准备一个小盆 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面粉和淀粉 少量的无滤泡打粉 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一比 家庭制作 泡打粉可以不用 然后加入一点清水 搅拌成糊 右手抓起来 能拉起湿就可以了 锅内烧油 在等待油热的时间 把切好的里鸡肉 裹入面糊 有烧至五层热时 把里鸡肉 一条一条的下入锅内 这样里鸡肉 不会粘在一起 开锅火 炸两分钟左右 给里鸡肉定型 炸至肉条尾黄 倒出里鸡肉控油 把油温升至七成热 倒入里鸡肉 敷打二十秒 炸至里鸡肉 表皮酥脆 倒出公油 锅内留底油 倒入反击酱 快速搅动 化开反击酱以后 加入白糖 白醋 白糖和白醋的比例是一比一 如果喜欢甜一点 就可以多放一点白糖 喜欢酸一点 可以多放一点白醋 快速搅拌汤汁 气打泡 少加入一点清水 再次搅动 打泡变为小泡 勾入一点水碟粉 勾入水碟粉 使五六把糖醋汁更好的活在里鸡肉上 汤汁碾头时 倒入里鸡肉 再撒上一把白芝麻 快速翻炒至 里鸡肉充分裹匀 糖醋汁 就可以出锅中盘 然后切上两根小葱 撒上一点葱花 做一点对 也可以在最后撒上一点薯芝麻 做一点对 好了 这道简单好吃的糖醋里鸡就做好